如果顧客要使用現金結帳的話 我們可以點選左上角的Button 然後點選Accounting Customer Invoice這個欄位 會有尚未付款的發票 以及需要確認的發票 那我們點選Unpaid 然後這邊的話它可以做篩選 看你要它的狀態是還尚未打開的 還是已經打開的 比如說它是Payment 或是說已經付過 然後我們現在選擇Open 然後你可以請顧客點選到iCenter App裡面的費用 然後點選它要的這張帳單 然後並且按線上角款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會有序號 0267 那我們就在上面搜尋0267 搜尋 那這邊就會出現它的這張帳單 確認之後資料都沒有錯誤的話 我們就按Register Payment 這邊可以設置它的金額 金額 然後時間 它付錢的時間 以及它所使用的付款方式 看它是用現金還是銀行卡之類的 那我們點選Cash 都確認完之後 我們點選Validate OK了之後這邊的狀態就會變成Head 那我們請使用者回去首頁 再點選一次費用 那可以看到我們剛才這張帳單已經被付掉了 那這樣就可以了